好我们来看巴黎双世命案 死者这个张岁平她的妹妹呢 在这个案子起诉前就质疑 整个案子呢 不可能只有谢一涵一个人犯案 现在看完起诉书之后呢 他们提出了更多的质疑 而对于谢一涵反控 说案子呢是陈进福所策划 他们认为不符合逻辑 律师代表除了提出在意之外 也要求带谢一涵回到现场来模拟 谢一涵认罪了 但是法庭上却开始把所有罪 推给死者陈进福 说两人有暧昧关系 对于这样的说法 家属无法接受 张岁平的妹妹拿出了陈进福 当初送给谢一涵的结婚贺礼 谢一涵原地六月结婚 陈进福早在好几个月前 就把贵重的珍珠项链 还有手链送给她 价值超过三十万 把她视为像是干女儿一样 家属反控 如果真的有什么不正当关系 还会送礼物祝福吗 这不符合逻辑 你会把陈进福杀掉 那这个她本来认为她很有钱 如果两个都杀掉以后 她不是聚成人 那是死为活来呢 提出质疑的就是法学博士 王可富 她的妻子也学佛 和张岁平的妹妹有认识 因此担任她的义务律师 为什么要求模拟 就是因为在妈妈嘴咖啡店 附近有目击者 案发到天看过谢一涵 扶着张翠平走向红树林 十分钟之后再扶陈进福 有可能短短时间内 杀害两人吗 真的都没有共犯吗 您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这女生 我们不方便回答 那当然家属也不相信 我想很多人也不相信 妈妈嘴咖啡店前方的自行车道 没有装设监视器 但是目击者加上众案的出贡 家属还是存有很多质疑 应该还有这个 还有其他的共犯 就是暗中出贡 家属对于红树林声明言 第一现场有问号 歇涵一人独自犯案有质疑 罪推辞者无法接受 虽然案子起诉了 但是还是存有很多质疑 这次我就想想太好了